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您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崔佑达 台股今天只有小跌42点 收在15544 但是成交量也亮缩到1765亿元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现场问题 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张雨铭分析师 又的好 投资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张雨铭老师 好的 上个礼拜回档今天又跌了42点 盘中跌100多点 操作难度非常的高 你会发现盘面上好像找不到 主流的族群在哪里 所以到底应该如何操作 今天有个投资朋友发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希望我把这些股票讲一讲 因为这些股票他觉得是盘面上 最多老师讲的股票 每档最少都超过两个人以上讲 希望我把它解盘讲一讲 如果我讲了他认同了 他才会佩服我 他想要跟我操作 说真的 我会解盘了 不需要任何人佩服 反正钱是你的 你爱怎么玩都可以 你的钱又不是我的钱 我们要找的是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很佩服我 你不佩服我 我要想办法说服你 没必要 我绝对不做这种事了 好 那我们看他关系这些股票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是关系到每一个人 所以我就会讲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包含武茂 鸿海 力旺 智元 瑞翼 这个联发科 世新 金利科 景硕 蓝电 光洁 台键等等 那这些都是市场最关心的股票 最多分析师操作股票 那这些股票到底对还不对 其实很多我都讲过了 像蓝电 金利科 这我都讲过了 像瑞翼我都讲过了 好 那我们看这些股票到底对不对 我冒上季亏损12年来首见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请问他股价在哪里 股价已经惨不忍睹了 真的吗 我们看一下股价在哪里 哎呦 哇天啊 跌到73%了 目前当然在低档盘整 所以当你看到坏消息 你想要动作通常来不及了 所以你不能等到坏消息来 你才来后悔莫及 这样懂意思吗 我冒前几年获利都不错 前三年连续都一片十块钱以上 今天突然间 这个不好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股价早就已经跌得不成人形了 那所以怎么样避开这一段很重要 你不能等到消息来再来后悔 所以高涨势必要有人提醒你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太厉害了 股价高涨他看得懂还会提醒你 哎呦 我这个太厉害了 股票如果操作这样的话 好像你的军事一样 你是刘备在打仗 这个诸葛亮会提醒你 这场仗要怎么打 而且他的判断都非常正确的 哎呦 了不起 刘备没有碰到诸葛亮之前 是连拜军之将 每次打仗打失败 后来诸葛亮来帮他 就开始打胜仗了 所以一个人需要 一个军事来帮助你 尤其股市 如果你在股市不是很专业 你可能钱很多 钱很多你又不是从股市赚的 你从其他行业赚过来的 但是很多人是其他行业赚钱 来股市赔 因为你股市你说真的不熟 对啊 你很多钱没错 可是你对股市一点都不熟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人来帮助你 当你的军师 当你的诸葛亮 最好能够在高点就跟你提醒 这股票不对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避开这一段 这个人是谁 你的这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我的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我儿子 他叫股神系统 因为这是我发明 所以他变成我儿子 但是我儿子很听话 上次提醒我 张老师 这地方转空了 这段都不能买 你看2021年的723 转空到现在根本没有翻多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可能做多 那如果买进去完了 最少你看赔个三成五成很正常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 好的人来帮助你提醒你 这个人是很有智慧 很有经验 判断很正确的 当你的军事 或许是一个人 或许是一个高档的操盘团体 都可以 我们做股票是这样 我们开车也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导航 你不可能到每一个城市 你都认识每一条路 不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导航 我们按一按就好 像我特斯拉用讲的 我按一按帮我导航到 台北市南京东坞三段 77号三楼 当然楼是不会导航 到77号 他就会帮我自动导航过去了 我连写都不用写 语音导航 太方便了 那如果是这样 早就高等跟你讲 格局不对 他太棒了 这个高点就这里 394 另外一个高点再前一点 就在这里 2021年723 这地方是 看一下 这地方是 11 12月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年前 所以如果你避开这个高点 避开这个高点 这一段跌70几% 你跌完你就哭了 对不对 这个高点就是我刚讲那里 所以你必须有能力 来判断这个高点 架构已经不对了 三线破两线 破三线都有 所以地方你就不能再追了 你追完之后就会受伤了 那目前 投资没有还没 三线还是两线走空 既然没有 没有你就不要挤 你挤也没有用 做股票是慢慢的 等待 等待好了 不要立出线 进去 中间就是喝茶聊天而已 就这样而已 买点没出线 你挤也没有用 这样懂意思 你很急 一年半你还再挤也没用 它就不会涨 有啦 短线反弹有 但通常都会破敌 好不好 就这样来判断 另外一档来和鸿海 鸿海营收创历史新高 它是台湾第一家 冲扣六兆的公司 当然一定创历史新高 好 那我们看股价呢 天哪 来到一年半的地点 所以你这一年半 买到鸿海的人 都很辛苦 都很痛苦 又辛苦又痛苦 对不对 这个钱赔掉了 这个精神也耗掉了 我们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太划不来了 那不是最好的公司吗 不是营收创新高吗 那你去买有用吗 有用怎么会让你赔那么多钱呢 不是营收创新高吗 对啊 创历史新高啊 台湾第一家突破六兆的公司 就是鸿海 但是股价却跌到一年半的地点 那谁叫你避开 那个高手就叫你避开 真的吗 谁啊 股市高手要怎么样 要耐得住寂寞 轻而起诱惑 有人就跟我老师 我很耐得住寂寞 鸿海我抱一年半 到现在套了我都没有跑 这不是耐得住寂寞 这是愚蠢 你们还在共同国际股 抱那么久干嘛 抱了半天 你们还在痛苦里 每天都很痛苦 不是吗 因为你赔钱嘛 你怎么会开心呢 所以这是不对的 好 赵亦明有没有一整年 2020年跟你讲 鸿海不能买 有一定有 为什么 弯八走在前面 前面弯八走错路 后面乌龟跟着爬 那就完蛋了 你看到 有时候创新高 赶快去买完之后 别人也在买 别人也在买 你们两个一起套了 三个一起套了 五个一起套 一百个一起套了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不是要比套了 那很麻烦 前面王八走错路 后面乌龟跟着爬 不要当王八 也不要当乌龟 这都不好 因为套了很痛苦 好 数学已经证明 两个白痴在一起 会一起死 真的吗 白痴就是北七 八七八七 两个白痴 加起来就一起死 一起死 所以不是 有人做错了 你就跟着他一起做 那个没有用了 不管两个套一起 十个套一起 一百个套一起 都很痛苦 那何必呢 做股票不是要这样 好不好 为什么赞民这一整年 都没看到红海 空头格局怎么看 我们也跟你讲错 我跟你讲是正确的 同意是吗 你看那么久 节目你看我很少讲错 没错 为什么 股神系统很正确 我就不会讲错 好 立望 我们看另外一档 去年获利写的历史新高 那很好 那股价在创新高 立望 税前赢25块 去年2020赚那么多钱 对不对 股价怎么跌了六几% 创历史新高 股价跌超过六成 这两个你可以串起来吗 创历史新高股价跌六成 他们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对啊 创历史新高股价跌六成 有啊 就是立望啊 不是吗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错误想法 来做股票 那你永远都在套牢当中 跟红海一样 红海营收创新新高股价 跌到一年半底点 所以你不要用 你错误观念来做股票 用错误的观念 做股票是对自己 很残忍的事情 一套套一年半 可怜 你买到最好的股票 就背脱裤子 那不是你要来 做股票的目的吗 那不是玩股票 那是被股票玩 我们来的股票市场 是玩股票 不是要被股票玩 懂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这样跌 你搞不清楚 那你就去套嘛 那如果你一年前买的 你到现在还没解套 不是吗 你看这个样子 很惨嘛 为什么 那我们看它的格局到底是什么 原来 2022年1月4号 一年前 今天已经超过1月了 2月了 一年多钱 天哪 就远转了空头格局了 所以你这边搞了一年 你还是赚不着钱 那如果你在一年多钱 把它卖掉 卖掉 卖得很高很漂亮 当然不是最高 卖得很漂亮 你这一年半不会套牢 一年多不会套牢 那你坐在套房里面很痛苦 不是吗 原来做股票是这个样子 不要乱做 乱做没有用 公头格局股票乱买 好 包含资源对不对 当然不对 跌跌有几%了 目前股价在低点整理 为什么 原来去年的5月27 高档转空 卖越线要出现 你就该跑了 那你不跑到现在不是套牢吗 那套这一段也很痛苦 不是吗 耐得出寂寞 告诉你什么 你在等待 不是进去套牢 叫耐得出寂寞 不是这样 我们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放在枕头下面 对不对 放在口袋里面 放在床底下 开心的等下买点出去 我们再去买 不是我买进去套在里面 老师我耐得出寂寞 搞错 搞错不对 那是麻木不仁 股价一直点 你一直抱着干嘛 那不对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林巴克 一月份营收重帅 现在保护获利 保护利 保护利就是 只要能够赚钱就很好了 保护利是首要任务 这个报纸登出来是很卑微 不亏损就是很棒 保护利 能够保住获利 零与之间 一以上就获利了 零就付了就赔了 怎么现在在讲保护利而已 那可能获利都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讯息 说这很难过 为什么 主价从一千多块跌下来 可是去年的高点跟你讲说 殖利率8% 对啊 配73会跟你说殖利率8% 对啊 很漂亮啊 配73啊 对不对 殖利率8% 对啊 两个新闻都有登 殖利率8% 慈善最棒的 上市公司最棒的 那为什么搞了半天 从1215跌下来 跌了惨不能堵 哇 天哪 高点1215 跌到533 你看这段多惨啊 跌掉56% 所以你看的不是最好的股票吗 上市公司配息最高的第一名呢 8%殖利率 对啊 报纸登的不是我乱写的啊 报纸都有登出来啊 8%殖利率啊 去年的三月份嘛 加上一年前登出来的啊 为什么搞了半天 还有孩子赔那么惨 对啊 那你买进去有用吗 你买进去赔死啊 不是吗 所以高档转空 你也要看得懂 高档转空看不懂 这段就是你赔 这就是你赔的 你就很痛苦很难过 每天都住在套房里面 我们说来股票市场 是玩股票 结果你都在被股票玩 那你怎么会开心 你怎么会愉快 你怎么会现金好呢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全市场分析师都在讲 财经台都在讲 讲什么 讲殖利率 只有我跟你说 殖利率是骗人的 你看这么多节目 看这么久的节目 你看张爱敏节目 我哪天跟你说 殖利率做得到 我悬赏一千万 8%殖利率的方法 到现在一年了 没有一个人来领啊 你有办法就来公司找我 来张爱敏 殖利率8%的方法在这里 来请你一千万交给我 你这名给我看啊 我送你一千万啊 到现在没有人 没有这种方法 不要傻了 好不好 没有这种方法 所以殖利是骗人的 全市场之后我在讲 那我讲了对不对 你心里有数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哎哟 空头隔取了嘛 懂意思吗 张爱敏你有讲吗 有啊 去年的2月16 投资朋友 今天已经2月13了 再两天就满一年了 有啊 再两天就满一年了 去年的2月16跟你讲了 IC设计族群转落了 有啊 有讲了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张图 你没有看我所讲的 那你就买联发科 懂吗 那这一段就是你赔的 那你就赔到想哭 这样懂意思吗 有啊 我确实有讲啊 去年的2月16号就讲了 土在这里啊 东西人电视画面啊 2月16就讲了 IC设计转落了 确实有讲了 那我会去买IC设计吗 不会啦 我不会去买联发科 我不会去买联纽 我不会去买资源嘛 不可能嘛 因为转弱了嘛 好不好 好 这是一幅世界名画 叫做盲人的预言 这个话在讲什么 同学们啊 6个盲人手前手向前走 6个人啊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就这样图 6个人手前手向前走 最后前面一个人半倒了 他自己跌倒了 半倒之后呢 后面就跟着倒 你没看到我们盲人嘛 就跟着砰砰砰砰砰 然后全部6个人都跌倒了 哎呀 扣连啊 这叫什么 盲人的预言 6个盲人手前手 意涵什么 如果瞎子领导 瞎子只会怎么样 一起掉到坑里面 瞎子在领导瞎子 跟你说我直立立八趴的 但你买直立立八趴的 很稳健 你就倒了 你就死了 对不对 瞎子带领 瞎子在走路嘛 最后前面这个跌倒 全部都搬在一起 一起摔死了 懂意思吗 选择 大于努力 观念 决定命运 你看讲了多好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正确观念 你怎么可能做股票 每天直立立八趴 八趴立的 你就死了 懂意思吗 就挂了 这画在哪里 这画在意大利 纳布伦斯的国立 怎么样 这个博物馆里面 好 这里面有 那我们再看世新 这一段跌了竟然六成 充了一千三 跌下来到五百四六 那我们这一段发生什么情形 那目前也是在低档盘整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哎呦 天啊 从去年368就开始转空了 如果你这段在买人机 像目前是空头反弹 趋势在空翻 如果你买人机就惨了 这一档还不是最惨的 最长是这一档 金利科 金利科从615 跌到121 115 天啊 这一段跌多少 跌到81% 你看可不可怜 有人这样 这一档股票讲一整年 都没有改过口 几乎每天讲 好 到现在还在讲 不知道害死多少 你想想看 这良心何在 良心何安 我们看到这股票 都很感慨 金利科跟世新 同一组 同样的人在讲 没讲这一档就讲这一档 我不晓得为什么两档挂钩在一起 我不晓得 看的人在讲 讲这一档就讲这一档 讲这一档就讲这一档 以前有个喜剧 叫老来哈台 老来出现哈台 再出现 老来是胖的哈台 是瘦的 老来哈台 三公子想背 两个都已经在一起 金利科跟世新都在一起 不晓得为什么 那我们这两股票跌了八成 天啊 讲的人真的害死一堆人 你看会不会害死 你每天听他讲多好多好多好 你就买啊买就抱着不放啊 然后就赔八有几趴了嘛 不是吗 这股票让我想起 又让我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这个 这前两天的新闻 警察玩股票 欠债一千万 最后他想不开 这句那个很不好 当然这都 说我们看了都很难过 不懂股票 然后去玩股票 最后玩了欠债一千万 然后想不开了 这很可惜 后许他就听这个 每天在那边讲啊 所以我们分析是你看 如果我一天在讲 这档错了股票 然后一直跌 每天一直讲 不改口跌八成 那时候我看我钱本 都死光了 不是吧 那我这样一定要下 二十成地狱 我不要 说真的 所以我们解盘要很负责 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审了 每一档都对不可能 但是我们一定要 尽量把它讲对 讲错股票不要讲了 不要一直害人 这样很不好 害死一堆人 搞不好这个就被人害死了 对不对 很不好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害死一个家庭 为什么禁力科 张爱民不会讲多 早就转空了 从三类十一 就转了空头格局 所以我就不会再讲他 要我跟你讲到禁力科 就讲空头格局 我们这样就讲对了 我们就种福田 我想张爱民很开心 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客户 很开心 不管有没有跟我们做 没有关系 很开心嘛 对不对 好办案紧说 跌59%了 为什么这一段 你买进去就死定了 对不对 这一段发生什么格局 这不是空头格局吗 1月7号 今天都已经2月 这个13号了 一年多前 就已经转空了 那如果你这段 把它卖掉 不要乱追 终于都不要乱买 你看你这段就保平安 就跌下6成 你就不会受伤了 包含到今天翻多了没有 没有啊 那我翻多 找得很了 瓜里还非常大 所有解盘会不会说 这个事件很好 ABF很好 不会 我会带我会员去买 不会不可能 那不就避开这些风险了吗 这就是种福田 我们在这边讲 把它讲对股票 我早就跟你讲 这股票转空别乱 这是种福田 我们就无形中 不会害死一堆的 这样就不好 损自己的应得 这样也不好 好不好 ABF转弱了 你看我去年2月16日就这样 再两天就一年 你看这样是讲很清楚 有啊 所以我不会再会员去 我每次讲ABF就跟你讲转弱 包含到今天 有翻多吗 没有啊 没有就是不对啊 不对就跟你讲不对啊 那请问你会这样赔掉 五几八六成吗 不可能 我的会员不会 我的观众也不会 很开心了 这样就对了 好 高盛调升 金元双雄目标价 那到底好不好 好 你看有多好 台积电到底有没有涨 有啦 金元盘人 但是已经11天没涨 金元代工 杀架战 这不好啊 叫杀架就要 这不好了嘛 杀架战开打 同一天新闻 一个多一个空 所以你一定搞不清楚了 那我们台积电阵 已经盘了11天了 盘11天 有没有涨 没有 那如果你买到台积电 错能盘登 11天坐在原地都不要动 我们当边的时候被罰战 不要动 也不能说摸一下屁股 不行 立正在了 不能动 很难过 汗都一直流 很辛苦 不能动 哇靠 这是很辛苦 对不对 应该11天不能动 对不对 很可惜 股市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看到你的股票涨停板 你觉得我讲有没有道理 坐标就是这样 股票满 涨停板 心情好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股票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到你的股票涨停板 你就干台积电 好像说真的 有时候台积电 一年365天 你看到一根涨停板都没有 所以我不喜欢坐台积电 原因在这里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 看到股票涨停板 真的很开心 对不对 自己买了 上礼拜多开心 两个涨停板 宝瑞 两个涨停板 这个 这个 具有科 天哪 四个涨停板 三天 四个涨停板 就特别会买 你看多开心 心情好 心情好 心情爽 开心嘛 对不对 股票涨停板 多开心对不对 做股票是这样嘛 好 这个 礼拜五的时候把股票卖掉 2月10号 功课 保瑞 82块 赚82块 基友科赚22 你看这两档股票赚了104 两档赚104 大家很开心 赚钱要孝顺父母 你看多开心 我们后人说这种 抗讯多幸福 做股票是这样 这样而已 不然要什么 就这样而已嘛 对不对 好不好 这么多 生计股 对不对 四十几档 我怎么挑到 保瑞的 对不对 来 没错 这我已经筛选过一次了 剩下11档 四十几档 剩下11档 四分之三塞掉了 那我们这11档里面 去挑最强的 我昨天 应该说礼拜五的 节盘影片有 如果你不清楚 你再去看节盘影片 我就不用重复了 所以最强的股票 就是保瑞 没错嘛 选股 不要会选股 不会选股就空谈 选出来就是保瑞 有没有 用这个原理 用这个方法 赞民股是第600折的讲法 对不对 这书里面都有 好 这样选 选完最强的就保瑞 日线看一遍 周线看一遍 最强的就是保瑞 所以我就买保瑞 买完之后 两个停板 买完之后 这个具有科 两个停板 四个停板 三天四个停板 太开心了 保瑞停板 保瑞停板 多幸福多美满 对不对 你看保瑞 前面盘整 这么久 两个月我不会买 买完之后 涨停板 涨停板 这就是做股票 同意是吗 那如果前面买两个 一套在这里 也很痛苦 跟台积电套十一天 没有 这段都不买 买完之后涨停板 买完之后涨停板 太辛苦 这太辛苦 原来这段三千万 这段没有 没有你不用追 追也没用 同意是吗 有日线你对 周线你对 难怪这么强 对不对 好不好 具有科技是一样 两个停板 有没有 都有讲 我提前都有讲 有没有 有一定有讲 二十七号都有讲 不是事后再吹牛 好 一个好分析师 工作很努力 绩效绝对没有造假 没有欺骗 礼物出现 能够打得到 有啊 就打到了 两个停板 四个停板 没错嘛 小小数位 25006999 这时候大家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记得留下你的电话 我们先做一个好朋友 握手 保持联系 我想以后对你是 应该是有帮助的 我们时间交给诱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东森粉丝那里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艺民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民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您回到讲的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大家一定会感受到 最近股票很难做 景气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我们看这个新闻 好 这是昨天发布的新闻 美光 世界级的大厂 低润大厂 裁员10% 高层减薪 2023年 2023不是今年吗 今年不发年终 你看这新闻很可怕 对不对 年初我也跟你说 今年不发年终 怎么会这样 还要减薪 裁员 很可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风水文青帝 买来没几个 这是特典奖大师 林崇雄跟我讲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说风水文青帝 买来没几个 但如果有三倍改成 股票 买来也是没几个 对啊 风水文青帝 包含股票 买来没几个 懂得不多 好不好 好 你如果可以找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 四天 三天四个停板 两个停板 四个停板 哎呦 真的 两档股票 三天四个停板 这都太幸福了 不是吗 好不好 知道自己 知道什么叫知识 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叫智慧 在股市里面 有智慧的很少 有智慧一大堆 你看报纸 那个叫知识 懂吗 每个人都看得到 你看到也没有用 对你操作也不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说股市 真的有智慧的人不多 有智慧你才能够找到好的股票 会涨停板 好 宝瑞 一月一期增加四倍 两个新闻都差不多 你看到的时候 你已经很好 我觉得很棒 你最近去 今天套牢 对不对 昨天 礼拜 我就套牢 今天又跌了11块 好 宝瑞 几下要花药 我会变股王 好棒 100亿的 营收超过100亿的 EPS10块钱以上 美季 漂亮 有没有 哇 漂亮 每一年都10块钱以上 一天多漂亮 营收百亿CDMO厂 我早就跟你讲 这叫什么 就是宝瑞 有没有 有假吗 四天 三天四个停板 太漂亮 有没有 具有科一样 哇 漂亮 赚22块 有没有 三天四只停板 很漂亮 我们之前在去年的 8到9月招律生计股 很漂亮 你看到这什么 不是宝瑞吗 没错 宝瑞怎么样 这边赚25 包含权 10块钱 才要除权 除完之后 也赚25 所以这个加起来 就51了 去年8A超做的 51了 今年现在 投资面 现在 现在又82 51 82 那就133了 所以一档股票 赚133块 太幸福了 太棒了 股票超过就这样而已 好不好 认了一天 认了笔基 笑到假去 你放心 我不会拿假 吃股就无党 贷金贷出 好不好 股市里面 最霸气的话 给我获利 去里面谈 给我获利 去里面谈 要跟你的老实说 如果说到这样 就很开心 人生就很幸福 股市中 你是谁不重要 你跟谁才重要 你跟着谁 跟着餐饮找到厕所 跟着蜜蜂找到花朵 对不对 要跟着蜜蜂才对 有没有 好 小小小小 小小小 2500 6999 这不大力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赵一鸣会快速回答你 我们先建议一个管道 以后才能互相联系 互相请教 好不好 马上就给诱打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各不有家证券 我们当局财务利益关系 赵一鸣会尽数回答你